立委蔡世映宣布放弃2024继续连任 而早已经在市区各明显地点挂上看板叙事待发的 国民党六连任现任基隆市议员何淑平 也宣布投入立委选举 全力争取国民党内出现 扩大为基隆市民服务的机会 可能是民进党这几次选战失利 那蔡委员他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或者是民进党有更优秀的同志 他也会出来想要为基隆市服务 我在这边也是给予他祝福 那淑平这一次也会出来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也希望新人新气象能够为基隆市能够争取更多的建设 市议员何淑平进一步表示 立委选战搭配总统大选一起进行 为了国民党也为了打赢这场胜仗 他将投入国民党内初选 希望新人新气象以稳健的脚步 寻求地方民众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黄少民基隆报导